分別講完的這四個單元,分別就是打開那個範例檔案,這個檔案的話就長這樣,原始資料 那我要知道說這裡面,這個裡面有幾個是數字,幾個英文,幾個中文,那分別幫我統計出來 那要用什麼方式最快,當然不是叫你用人工的方式 那其實,當然不是說不能用人工,當然你用人工前提是資料量少的時候還可以 就像疫情人數很少,你還可以很好管理,但如果一下子人這麼多,你怎麼管理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還是要藉由電腦幫忙管理 OK,而且可以自動幫你做回報吧,不是說你要主動去查,而是說他主動回報告訴你 這樣其實就輕鬆了,所以這些要怎麼融入到我們將來的應用上面 也是當然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那我們只是舉這樣的一個例子 OK,那今天的話當然,所以我們其實裡面會用到那個VBA 那為什麼用VBA,基本上如果你用ECL裡面的函數也是辦得到 但是那個方法非常的複雜,而且很容易做錯 OK,所以相對的如果你用VBA來做的話,會比起在ECL裡面用那個函數啊 還有那個用正列,正列就大瓜虎來說的話,其實相對會簡單許多喔 那只是說要怎麼去判斷說他到底是不是數字,或者是英文,或者是中文 那我們會用到一個函數叫ASC,這個ASC主要就是把那個字裡面喔 把一個字,比如說ECL的1,把它先取出來之後,然後用ASC這個函數 去看一下他的內碼,然後我有個內碼表有沒有,那個內碼的位置是不是在這個數字的位置 如果是,那數字加1,那是不是在英文的範圍,英文有分大小寫嘛,所以呢,我們走這邊有一個英文 直接全部變成大寫,那只要判斷一次就好了,OK,大概是這樣子 那今天的話呢,當然喔,我們把這一題延伸好了,這一題其實做完之後喔,所以上個禮拜當然 我們做完了結果喔,所以我們請各位做個作業啦,清除 OK,清除的話就是一行程式,叫Range B2,冒號 D9,後面加一個點Clear Contents 就是意思說把這個範圍清空的意思,然後分別呢,有三個按鈕 這個按鈕按下去就是算,跑個回圈,幫我分別算完這個範圍裡面 數字的數量,英文的數量,有沒有,中文的數量 那這個就是我們上個禮拜的作業,所以上個禮拜喔,你把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OK,那這個地方呢,就完成第一階段,但是呢 做完之後的話,實際上工作上應用,除了會算幾個之外喔 其實一般呢 還會希望怎麼樣,再把這個數字部分歸數字部分 英文歸英文,中文歸中文,就是說把它分開來 把這個A欄的資料,按照他是數字,就把數字 比如說125,就把125這三個字放在這裡 然後KG放在這裡,那如果沒有中文這部分就保持空的 OK,有點像把它做分別的過濾之後,做篩選完的結果放在需要放的位置上面去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OK,所以這個像20080,這個就是直接放這邊 這個兩個都保持空的就好了 所以待會請各位做第一件事喔,把這個工作表 你把它怎麼樣,把它複製一個吧,複製一個一樣的 第二個的話呢,我們就不是算它的個數,而是就是什麼 數字好了,就是說呢,不是算它幾個 就是把它的分別把它的數字,英文,中文怎麼樣,分別把它取出來 那清除這個範圍一樣,清除,然後呢,分別把資料帶過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第一個你要思考,上個禮拜的那個程式部分呢 當然喔,我們可以看到,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所以將來如果假如同學比較跟不上的話,可以到雲端上面103嘛,這個藍色的打開來 好,然後上個禮拜,這個表在這裡 其實我剛剛講的就是,比如說數字就這個範圍,48到57 那如果大寫的話,是65到90 OK喔,那當然它有大小寫,小寫的部分是這個範圍 那因為呢,要判斷兩次,所以乾脆全部轉成大寫,再來做判斷 那這個叫做ASCII Code的內碼表 也就是說對應到那個,像我們的電腦的鍵盤,有沒有 鍵盤,比如說你敲哪一個,為什麼它可以輸入哪一個字出去 其實就是用這個對應的關係做的 OK,所以內碼,其實內碼表值的就是這個啦 其實它有關鍵,它有一個這個 關鍵字就是ASCII 如果你想知道,裡面到底代表什麼 或許你可以搜尋一下啦,Google 我覺得現在資訊太發達,太公開了 你只要找什麼知識不懂的話,其實 你把那個關鍵字打上去,這邊就有了 而且維基百科其實都解釋得很清楚 所以這裡面的話,如果你想知道細節啦,請各位自行再去觀看一下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做,然後怎麼怎麼去做 我想有自己再去花一點時間去念嘛 因為我覺得這理論部分 自己看應該看得懂,但實際上要應用又另外一回事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就是自己再把這部分呢,稍微閱讀一下 那上個禮拜的程式部分的話,也在雲端上其實也有啦 那當然就是要各位重新再把程式撰寫過一遍 包含就是說,數字部分,判斷數字的程式在這裡 一個SUB,然後呢,SUB名稱在這裡 小瓜湖,後面有一個ENDERSUB 那實際上主要是跑回圈啦,回圈就是說 總共有幾個嘛,總共有2到9 所以for I等於2到9 所以其實這樣看比較清楚 所以程式部分的話呢,在這邊都有啦 其實就是做邏輯判斷,細節部分 如果你還是不是很清楚的話 請各位再把這個影片稍微觀看一下 如果有問題的話,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一下 因為有些地方我會覺得你應該懂,但我沒有特別解釋 如果你覺得還是不是很懂的話 你就可以在下面發問沒有關係 因為有些東西 如果你要互動,當然我們上課沒有那麼多時間跟大家做互動 而且我也不太可能一直問問問問大家問題 我覺得會delay到那個上課的進度 還有流暢度,所以呢,很多地方我就帶過去 但如果你有些地方細節實在不懂 我建議你還是問一下,因為像這種東西 如果要真的能夠把它用在你的工作或生活裡面的話 一定要徹底了解 而不是那種是懂非懂 如果你徹底了解說實在 你會覺得還蠻easy的啦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如果有問題 歡迎各位可以在那個影片的下方留言 ok 因為我這個課程我覺得 跟那個其他那種娛樂性質的那個youtuber比起來 那個他們的,我就發現他們留言好多好多 一直好多一堆的留言 或者是像那種什麼正論,正論式的 比如他是討論那種 尤其我發現喔 討論到正式的,哇,他不得了了 底下罵成一團 而且還有很多什麼 號稱,我不知道本來不知道什麼叫小粉紅 哇,我還希望你們到處都在講那個什麼小粉紅 還講什麼五毛的 我本來不知道什麼叫五毛 不過現在還是不是很知道的 ok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請各位先第一個 把這個工作表複製過來 然後呢 我們的需求是把裡面的數字歸數字 英文歸英文 中文歸中文 那要怎麼做 那其實喔 程式基本上不用特別去改寫 其實只要怎麼 只要把上個禮拜的這個程式 稍微修改一下 改哪些地方喔 其實關鍵的地方就在這裡 我們本來是算幾個對不對 我們會有個count的一個變數 然後呢再去count它 就是把它什麼 如果4就加1 有點像那個選票計算 誰一票誰一票有沒有 那count就有點像這種角色 誰一票是誰 那基本上就是要在這個回圈裡面 end if裡面才會被計算 如果是這個條件 所以後面會有個條件嘛 那我們如果要把數字留下來的話 其實主要是修改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最後還有這個 輸出到這邊 也就是說呢 我並不是說要去算幾個 而是說呢 算它 如果那個字 假如是數字的話 我就把它留下來 所以這邊 跟上個禮拜不一樣 是上個禮拜呢 是所謂的數字的累加 OK 數字累加 累加的話 就加1是加1 那今天的話呢 是什麼 把那個字留下來 就是文字的串接 就是4就留下來 然後呢 下一個也是 那就串到後面去 4的話就繼續串到後面去 所以基本上的話 今天要做的動作呢 跟上個禮拜非常有關係 所以上個禮拜的東西 如果你熟悉的話 只要拿上個禮拜的程式 稍作修改 就可以完成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工作表 再複製一下 然後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式來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當然 重點不是叫你用土法煉綱 那像上學期 也有同學考期末考的時候 居然給我用土法煉綱做出結果來 裡面都沒有東西 我想說 這這 這當然完全不是我要的東西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順便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 檔案打開之後呢 稍微了解一下上個禮拜複習一下吧 然後思考一下 要怎麼去做待會的動作 那其實呢 主要今天的這個練習題 也是從上個禮拜的程式做衍生而來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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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